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楊中華 我今年30歲 我是9歲開始打網球的 然後當初是因為小時候就是有點胖胖的這樣 然後家人就覺得該去運動一下 就去參加那個暑期夏令 我跟我哥一起去參加 然後過了兩個月他就不想打 然後我就自己還有興趣 然後就繼續打下去 一開始也就是好玩啦 然後最後一年之後就 10歲組就選過冠軍 就覺得好像蠻不錯的這樣 就繼續一直打下去這樣 其實那一年對我來說 還蠻光榮的一年我覺得 因為一開始就是奧網 我就已經先拿一個雙打冠軍 跟一個單打亞軍了 然後再來第二次法網之後 就是單打打到決賽 那時候就覺得 我不能再輸掉一個決賽 因為已經奧網決賽已經輸過一次了 那時候就一直很想要贏很想要贏 所以我贏的時候真的很開心 然後回來到台灣的時候 就是很多人來接機那種感覺很棒這樣 過程中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那場決賽其實我贏第一盤 然後第二盤我是0比5落後 那時候的想法就是說 不能再輸了 就是這個想法 一直讓我就是繼續 所以我連贏了差不多7局吧 所以就是倒贏這樣 後面還蠻關鍵 就是不能輸的這種想法 影響蠻大的 隊友 團體金牌那時候隊友有 盧彥勳,陳迪,一組環 對,我們四個 然後混雙金牌是我跟張宏蘭搭檔的 其實我覺得我們那一次真的是 算運氣蠻好的 因為那時候盧彥勳剛好受傷 然後他其實只有打第一場 然後我們就是都會打到第三點 因為畢竟第一點他沒有打 然後就打到第三點都是贏雙打 那時候我跟那個一組環 就是打雙打打得還不錯這樣 所以那時候能贏下來我覺得真的是 也有實力 可是運氣也蠻好的這樣 你如果青少年打很好 大家都會關注你 一定會把目光都指向你 那一段期間其實我自己 調試蠻久才調試過來 因為那時候其實大家都會覺得 你應該要怎樣 你應該要怎樣 所以你自己會跟自己過不去 你有時候成績太不好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 喔怎麼會這樣啊 或是大家給我的期望這麼高啊 然後你又失敗啊怎樣什麼的 一堆很多有的沒的這樣 就會去想很多 其實那時候我壓力大到 有點那個鬼剃頭 花我還蠻長的時間走出來 中間這段時間我又有很大的傷 有遇到蠻多事情的啊 就是也會看到很多人情人軟這樣 我自己的調試方式就是我會 我很常一個人就是 跑去山上 然後去敬個一兩天這樣 不然就是自己一個人出去玩這樣 當初其實最一開始是我看裝急身 因為他之前不是說有腳有受傷嗎 還是什麼 然後接觸到黑狗兄的襪子 我就想說跟他借一雙來穿上看 因為我剛剛蠻好的 然後那時候應該在香港吧 然後我在那邊穿 我覺得就真的穿起來很舒服啊 然後完全就是很貼腳 穿在鞋子裡面也不會晃來晃去這樣 而且也很直 那時候穿第一次我就覺得就愛上了 現在就是很free啊 就是沒有其他多餘的想法 就是我打球是為我自己 不是為了那些有的沒的這樣 我是楊中華 不到最後一球我絕不放棄 thing it love you 肚子 然後慢慢再想到 那eting了